这里是纽约曼哈顿下城 全球金融界的新造 中国投资集团复兴国际 纽约办公室所带大楼就坐落在此 自2013年以来 复兴集团在这里 将这家中国企业的发展 与这个社区的建设紧紧练习在一起 2013年 复兴以7.25亿美元 买下曼哈顿下城的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 这栋大楼建成于1961年 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公众影响 2009年 纽约市地标建筑保护委员会 将这栋大楼定为纽约市地标建筑 在买下这栋大楼之后 复兴思考的焦点 落在了如何塑造这栋大楼的未来 以及大楼和周边社区的融合 与互动发展上 这栋楼是非常有历史的 当地人我们刚来的时候很担心 所以我们当初跟他们的承诺 我们会给这栋楼第二村 而如何给大楼命名 以及为大楼设计标志 是摆在复兴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我们在这里 在这大楼命名的时候 也是充分地征重当地人的一种习惯 所以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 复兴普拉兹去命名 完全是按照美国当地命名大楼的方式 以当地的地名去命名 为什么叫28 Liberty 因为就按照美国的习惯 以道路的命名 那么我们选择了Liberty 因为第一Liberty是自由 第二个我们在大楼 这楼大楼上面 能够看到我们的自由女神像 因为我们的门牌号是16号到40号里面选 那么我们选了28 为什么呢 8在中国人文化里面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所以大家都喜欢有8 那为什么许华二呢 那么我们上海 有个BFC 纽约有个Liberty 28 都是两个世界的一个大城市 所以我们有个商城级 这是第一个考量 这是从我们内部的考量 但更多的是我们从外部去考量 我们希望复兴 跟所有大家在合作的时候 每个人合作的时候 都是一个合作共赢的一个局面 看我们的logo 我们选择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Tifony的颜色 另外一个是苹果金的颜色 代表现代与经典 所以这个寓意就是 我们买了这栋楼 我们会非常尊重它的历史跟经典 曼哈顿下城是世界级金融商务区 但也承载着美国历史上的巨大创伤 在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之后 整个下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都没能从恐怖袭击的余震中 恢复元期 房价下跌 旅游业惨淡 华尔街的大金融企业 纷纷逃离下城 复兴集团在入住下城之后 便将下城社区的重建与发展 纳入了企业在当地发展的目标之中 让当地社区能够认识复兴 所以我觉得需要传递 给当地社区几个信息 第一个就是说 复兴是一个非常守法合规的一个企业 同时也具有非常强的专业度 第二个就是 复兴也是一个非常友善的 能够尊重当地文化的一个企业 复兴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企业 复兴积极主办和参与当地公益项目和社区活动 打出了属于复兴的闪亮名片 同时也展示着在美中国企业清和亮丽的新形象 通过这些活动或者我们的行为来告诉大家 复兴尽管是一个新的加入的一个邻居 我们是一个能够融入这个社区的 同时也是为这个社区能够是一个建设者 扎根当地做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 同样体现在复兴内部管理的理念上 在复兴集团纽约办公室 就提出了1.5企业文化这样一个概念 1.0好比是我们在中国常用的思维方式 2.0就是在美国常用的思维方式 那我们这样一个企业就是1.5文化 我们在这里就是1.5文化 就是说你完全按照美国公司的思维方式 或行为方式 其实也达不到我们一些董事会的要求 但是你完全按中国的方式跟做法 搬到美国来 也是在美国市场是无法推进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是 我一直倡导这是1.5文化 大家都跨一步 所以这是需要融合去一个过程 要树立在美中国企业的新形象 仅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 复兴加入美国中国总商会 借助总商会平台 和中美兄弟企业合作交流 共同发展 其实总商会在美国 是一个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很荣幸也能加入到这个平台中间 同时呢 毕竟我们在一个海外的公司 也是有一种归宿感 我在美国也有这样一个 来自中国这样一个企业 聚焦的一个商会主持 所以我们是需要通过这个平台 去做一个更大的交流和发展 那么在这个平台上 其实现在不单单局限于中国企业 现在有1,500家企业 有很多是美国当地的企业 事实上 走出去也是为了更好地带回来 复兴积极融入新环境 与当地企业机构合作 也要借鉴当地优秀的管理经验 最终实现企业自身 可持续发展的长久目标 复兴所有的在海外的发展 都振兴了两个 一个就是寻找好的机会 去发展 变成当地的一个公司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通过这些投资 第一个去学习这些好的管理经验 或者他们的一些技术 第二个就是说 了解了以后去带回到国内 帮助国内的发展 其实并不是放弃了国内的市场 国内还是一个最大的 复兴国内最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行为 都是走出去为了更好地带回去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开拓了海外市场 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 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即作为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跨国企业 该如何融入当地的文化和价值体系 并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 经济实力 以及整个国家的形象 复兴在纽约的发展 是出海的中国企业 与当地文化价值融合交流 进而获得双赢的典型案例 积极布局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 也只有在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的同时 努力构筑良好的对外关系 才能真正受益于海外市场 给自身发展带来的红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